好 那么这样的话 排名第一的就是肖涵队 没想到 谢谢大叔 不是你 排名第二的就是谭谭必同心队 那么第三名的就是一定队 最后一轮的比拼开始之前呢 都可以来我们的这个好六招商中心 分享你不愿意公开的宝藏照片 何老师呢 就会根据这个照片的精彩程度 发放不同金额的资金 现在要有人要来投资吗 就是要到我这来那个 贷点款 应该有两位比较危险了我觉得 你们俩都得贷款了 我们到大哥的店里 到我这来吧 好不好 你弹我唱 我比较好奇我能赚多少钱 我觉得我这钱值两万 你先看经典的还是不经典的 你就直接拿最猛的炸我好不好 最猛的炸你啊 一万 走 一万 啥都不用说又拿了一万块钱 朋友们我甚至都没有看清楚 那种震撼我没敢仔细看 我想看看 这都是不是认不出是我 这是你 好那到我们的情绪 这就等于是这个造型是吗 对 十块 十块 要不直接公开吧 十块钱 有没有人愿意出十块钱我们自己公开 我想出十块我看看 好下一位 我狗把大的 四千五 五 五千 谢谢何老师 四千 四千五 太好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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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再去贡献点了 我真的没有 你把你整个相册 你要何老师选 你这都四千五万的 一万 你这万是四万 怎么这么多 没了吗 确定没有了吗 好 那我出来了 我要出来 我要更改一个 更改一个刚才的那个金额 谁的金额 心绪的 心绪的 我决定还是应该给他一千 因为为什么 因为开始我是觉得 说句心理话 我是觉得那个照片没有什么点 但后来我仔细想了一下 就是如果他那张照片 他输了之后 成为微博的头像还是蛮精彩的 还是蛮精彩的 朋友们 李怡同输不得 他真的 这张照片不能公开 是不是不输 不输就不会在微博头像上 不是 输了公开没关系 重点是他要做你的微博头像 我不答应 但是我不输的话 就不会做微博头像 大家就永远看不到 对 你这个做法跟我有点像 好 加油 好不好 因为我们要惩罚的是两位队长 所以现在就是老秦和弟弟都比较危险 是这样的 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最后要惩罚的是两位队长 和后四名的合伙人 后四 俱轩的上呗 刚好 都好啊 刚好他们四个 这个俱要爆 那只就直接请他们来进行最后一轮的投资了 好 来 好 来吧 嗯 你们俱轩就all in了最后 就本来就打算all in的 就all in 就无所谓了 对吧 如果他们all in我们就稳 嗯 让他们all in 我们投个一块两块投到别的队去 然后就会被吓放回来 还讽刺他们 你们觉得怎么样 啥意思啊 绕不过来了 直接宣布 老秦队伍 李兰迪为老秦投资6,112 陈兴旭为老秦投资2,112 李雪晴为老秦投资1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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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进去了 1 1 就投了1 你这个侮辱性太强了点了 没有别人投你了 不是 我想我投个1 然后肯定我就被调剂回来了 会有人被调剂的 但并不是你 你进去了 你一块钱你加入 一块钱进去了 我的 好 杨迪为丁程兴投资1 第一被调剂到 严程序的队伍 我回来了 我花了一块钱去讽刺一下他们 给我自己玩进去了 我们俩还想 给我花一块钱讽刺一下他们 他进去了 他走了 好了 朋友们 马上进入到最后一轮的比拼吧